大家好,我是Fairly 今天就是年初一啦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今天都会照常跟大家分享故事 而今天的故事就是 猪牙王子 那我们现在开始啦 猪牙王子 有一天在一个国家里面 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王子出世啦 他从小慢慢长大 他很多东西都很像爸爸的 比如他从小到大都会吃蛋糕啦 雪糕啦 披萨啦 和鸡腿来长大 而爸爸也是的 医生就整天提点他们啦 虽然王子就是小个 不过都要注意饮食均衡 不然就会变成个肥王子的啦 而王子小小个就什么都喜欢吃啦 他会吃生果啊 唱仔那些啦 不过他最喜欢吃的都不是披萨 和汉堡包等等 而是甜甜的食物啊 他就连冲凉的时候 都要别人带些东西给他 王子不让王子吃太多糖 所以王子就把糖收起来啦 于是他房里面 越来越多 蚂蚁啦 蟑螂啦 都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啦 大家都好想老根 究竟怎样才可以阻止到小王子去吃糖呢 所以他们只好分头去找藏了的糖果 大家都发现小王子Soye的本事 真是好似妈妈的 有一天平时都会笑嘻嘻的王子 突然大哭起来啊 哭得非常非常之大声 还一直叫着 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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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国王就找了医生来 医生说 哎呀 这个小王子啊 有砖牙 要快点送他入医院才行啦 大家都立刻意口同声地说 原来我们国家的王子 是珠牙王子来的 于是 博人就立刻送国王和王子去医院啦 一路上 小王子都不断哭 不断哭 就算到了医院 他都还在哭 牙姨就立刻过来 戴口罩 帮王子检查他的牙齿啦 他看啊看啊看 看啊看 医生说 嗯 王子的牙里面 住了好几个洞啊 要快点保一保才行啦 就是这样 医生不断保啊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终于 那些牙补好了 大家都很开心 而王子的牙一不痛 他又立刻伸着手 出来 说 啊 我想吃糖果 我想吃甜甜的糖果 我想吃十粒啊 医生说 哼 你一定是吃糖太多了嘛 有没有拆牙才会牙痛 对不对 王子就说 蛤 我有拆牙 医生就问 那你什么时候拆牙 王子一想就说 在上次吃糖果之后 三天之后就拆了牙啦 医生听完 大鹤一惊 立刻弹起了 他大叫 什么话 吃完东西之后要拿口 牙齿更要每天都拆 拆两次才行的 来 我教你一次 如何拆牙啦 刚才要折牙膏在牙刷 这个是基本 跟着牙齿前面就要拆一拆 上面拆完再到下面拆 牙齿后面又拆一拆 上面拆完下底都要拆的 门牙前后都要拆 后面的牙齿又要拆一拆 拆完牙之后 朗朗后 牙齿就会变成亮晶晶的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每一只牙齿都要拆 厨师都说 营养均衡 多吃青菜水果 多喝牛奶 又要少吃黏成太强的糖果 这样就不会拆牙了 国王又说 你吃完东西之后 都要记得浪浪浪 每日都要拆牙 王子说 嗯 这样很麻烦 每日都要拆牙 吐住同样这个动作 真是麻烦又无聊 国王 皇后 和公主 就立刻说 大家一起做 就不会觉得麻烦 麻烦都有人陪你 就是这样 早上拆一下 晚了拆一下 晚上又拆 林芬 还会一家四口一起拆 而大家为了帮助王子 还想了很多方法 例如 弄了一张表 做奖励 大家又答应他 如果真是有实行 会带他出去玩 又做了很多 不同关于柴牛的表演 给他看 就连王子自己的房间 国王女皇都帮他们 布置到 去叫他 天天要拆牙 王子终于懂自己拆牙 老口了 而平时 他自己都会叫些厨师 可不可以倒点牛奶 给我喝 今天我想吃了些青菜水果 可不可以煮给我吃 就是这样 就此以后 牙齿再没有通过了 而大家都赞小王子 我们的王子 牙齿真是又白又健康 王子就笑起上来 做什么 小王子的门牙 为什么黑色了 是不是幼着牙 不是的 原来是小王子在吃紫菜 紫菜黏了牙齿 好像牙齿的大小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今天这本故事就讲完了 相信今天不少小朋友 你们都会去你们的亲戚家 拜年 都有可能吃他们全盒里面的糖果 吃完之后都要记住拆牙 不然又会好像故事里面的 蛀牙王子 蛀了你的牙齿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